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紫燕 我是钟翔老师 节目开始前 先帮我订阅钟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好 今天台股大涨最高有涨到300多点 虽然最后稍微涨幅有点收敛 指数最终是收在21304点 涨了157点 因为昨天每一股 其实四大指数都是涨的 昨天公布CPI 他是讲说通膨有望缓解 所以今天台股也跟着开高 那老师明天就是欢乐周末了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操作呢 好 我在这里要跟同学报告 今天有很多字股票涨停板 这个都是我跟同学追踪过的股票 我们的会员有的股票 当然有股票涨停板 你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会涨停板 听我好好的说清楚讲明白 订阅按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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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哪一支股票会大涨 甚至会涨停板 我在这里先公开的讲 公开讲 我们不希望涨停板的时候 再告诉你 你看涨停板我有多厉害 没有这回事好不好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订阅按赞分享了 今天大盘开高最多涨了300多少 68点 但是收盘只涨多少 157 砍半了 对不对 那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原来是台积电 台积电收盘的时候也在平盘附近而已 有没有小涨 有啦好像好像涨一点点 涨了两块钱 那台积电 难道台北股市只有台积电是股票 其他股票都要下市 对不对 同学在这里我先把我们今天怎么操作的 像3661的四星 老师今天有操作四星 有 开高总低 我今天告诉同学说 如果手上有2950 258 你看有没有准 有 老师就是喊2950吗 2950出 开盘就跟会员讲了 当然有的会员2950没出到 但是有的出2945 我说拉回来2800以下再买 哇 这样价差100多块了 100多块了 对不对 那3443 对不对 1450 我说14 B5以下就买 收盘1420 还不错啦 对 还有我们讲的6643 对不对 老师是不是买104.5 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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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 昨天跟你讲嘛 对 那老师说 1120有压力 嗯 对不对 今天最高1115 1115 同学抱歉 插五块钱 很抱歉 不过如果今天杀回来104.5 你又敢买 收盘又107 老师不是104 是104 104 107 10块 今天如果你敢买的话 又是20几块 反正就这样搞啦 今天有一些股票涨停板 同学我跟你讲 五三无一的预创 大家都在骂 好多人 我跟你讲50块以下 叫你买买买买 你也不相信 今天涨停板 我今天同学 有一个会员 涨停板卖掉 涨停板卖掉了 50块再买回来 哇 手脚很快 厉害 这里达到498 对不对 是 涨停板就卖掉了 50块以下买回来 老师扣讯有讲 好厉害 又上去了 对不对 那今天的6415的吸力 是不是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的还有一支股票 3228的经历科 是不是涨停板 对 这个也拉得好快 同学都吓死 同学我再跟你讲 那个我的Telegram里面有写 有写什么你知道吗 写什么 将来会发行一个ETF 专门做IC设计 那专门做IC设计 它有哪几次股票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系列KY 有经历科 经历科 有威胜 威胜 其他 其他 那个 这个 54 那个什么 也有联发科 但是联发科已经很贵了 就算了 你看 建立科要纳入MH ETF IC设计 那今天2388的威胜 小涨 我想说还躺平平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会涨 因为它五日线明天才过 对不对 五日线明天才过 而且它今天也没有亮 今天没亮 搞不好明天就会涨银感 那我也不知道了 不予置评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6531的爱普 达到350块以下 我告诉同学说明天会开始动 那今天为什么不动 为什么 量不够 我跟你讲 你们发现被打下来就被人家买上去 被打下来就被人家买上去 被打下来就被人家买上去 对 对不对 时间紧迫空间紧迫 明天它要过这个月线 它是都碰到五日线 就是被人家买上去 对 好 五日线未来明天扣最低值 所以五日线确定往上 像在这里 对不对 月线月线过了 月线明天扣这个低值 它今天没亮还不点 明天不需要亮很多 大概3000张大概就涨10块 5000张就涨停板 那为什么 来同学我跟你讲一下 有一些股票 如果你看不懂 我教同学好不好 用周线来看 好周线 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在这里是不是创新高了 是 老师 创新高了 很多低档的股票要上来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用周线来看 我们先弄一个周线 周线是不是创新高 是 没错啊 对不对 2330的台积电 周线已经连续创新高了 2454的联发科 周线也是大长红啊 对不对 今天也是大周线也是大长红 今天好像没涨吧 今天大概平排 那5351的预创 周线是不是大长红 老师打到40几块 我都没信心了 将来涨到60块就有信心了 对不对 周线吧 好 我再来看看3661的四星 周线是不是红 是 意思是说 这个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 你用开盘价去买 今天礼拜几 礼拜四 这个礼拜你用开盘价去买 你是铁钻的 2500到2980 500块 好好赚 对不对 你不敢买 对不对 3443 周线几个呢 一红 两黑 今天又上去了 同学来看一下 系列KY6415 从300块已经涨到450了 对 50%了 同学 我有骗你吗 给我订阅按赞分享 好不好 如果你认为 明天爱普会大涨的 你给我加1 为什么 爱普会大涨的6531 今天跌不下去了吗 我问你 爱普周线 这一波跌下来 他周线 本周开盘价是多少 300 340 不是开盘价 本周最低是340 340我有扣货员买了 我没有天天买 340 我问你 这个周线是不是一定大长红 因为他要吃掉上个礼拜的黑K 周线一根大长红就开始动了 这里这个周线一定是红棒 是 因为他还不可能明天再怎么跌 也不可能 美国股市就算崩盘 他明天也不会跌 同学明天周线就要一根红棒 好我们用周线来算 12345 跌五周了 涨一周也应该合理 678910 111213141516 最高点跌下来 大概第18周就是满足 就是开始要涨 我跟你讲 像这个拉回都只有四周 一根红棒整理 冲 这里是不是三周 对不对 冲 这里是不是三周 冲 这里是不是五周 冲 好不容易这一次十几周 大家以为这个爱福要倒了 那我问你 台湾摩根一共买了3300张 当然其他的外资有在卖 不过就让他们卖 台湾摩根买就够了 3300张你以为吃素的 人家会去买一个要倒掉的公司吗 不会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他明天刚好要碰 而且月线开始扣低档值了 我跟你讲要出量 明天会不会出量 你就看 如果明天的量3000张涨10块 明天的量大概是5000张就涨20块 明天量1万张就涨平板 那你看明天的量是多少张 你就可以赚多少钱 好不好 同学 5351的预创你们一直在问 对 没关系 很多人套在50几块 我告诉你来 55块一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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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会不会一样到57块的时候又有压力 如果这一次再过你要看这个量 预创今天下午开股东会 颅超群的股票我根本不怕 你们在怕什么 爱普的股票我也不怕 你们在怕什么 然后同学就在想 老师我爱普400块会不会解套 保证解套 500块会不会解套 应该会解套 老师比较保证 我们不能说保证 保证如果年底才涨到888 那你会说老师你不准 因为投资朋友眼睛都很短 短短短的 所以我就不要讲太多了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今天有一支股票震荡 吓死了 谁谁呀 三三六三 再一次 三六三三 三三六三 上全哦 吓不吓人 今天如果你买在这里 这个十几% 快20% 差一档涨停跟差一点跌停 18% 我问你 今天这么大的量 好可怕 很多同学都创新高再去追 那你就会向文文箱点燃酒 真的啦 因为从50块涨到今天最高 163 163 大概是也涨了三倍了 对不对 爱普大概也是涨三倍 三倍多 爱普涨三倍又就整理那么久 你认为爱普涨四倍了 你认为爱普以后就不会涨了 那随便你 我没有意见 好 有没有问题 有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 2474的可乘 他说买个185块放了一段时间 还可不可以续报啊 可以续报啦 说实在这种比较温吞的股票 通常来讲它不容易涨停跌停 但是你买185块 我是认为240到250就可以卖了 真的吗 因为他现在在创新高了吗 创新高就可以卖了 资金抽出来 你是赚钱你不是赔钱 好不好 好 再来 好 再来是5432的新门买在150块 有没有人续报呢 150可以啊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卖好不好 来到大量 创新高附近就卖掉 因为因为这个跌下来跌太快 是 他如果像这个你知道吗 像这个整理 他就会攻高 整理他就会攻高 整理就会攻高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1234567 哇这个跌太快 急速的跌 这个急速的跌 代表筹码有点乱掉 嗯 所以你在新高附近就可以卖掉 因为这种股票 我们这样讲 紫色的燕子 它是从多少钱开始涨了 45块 对45 45到150涨几倍 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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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还有人会继续把你买上去吗 机会 什么什么什么 哈哈哈哈 好 再来 好 再来是3466的得进 买在26块 能不能续报放着呢 啊 这个 已经被警示了 你看哪时候 哪时候消除警示 该卖就卖 好 它从多少钱开始涨 它从20块左右 20块 到多少 62块 嗯 赚几倍 三倍 又是一个三倍的 又是一个三倍 同学们都很厉害 那 可以 可 三倍差不多了啦 我问你啦 好 1587的 急帽今天又涨停 哇 怎么感觉整天都看到急帽在涨停 没有它又跌停了 哦 这个是跌停了 这个也是跌停了 我问你28涨到80涨几倍 涨了两 三倍 差不多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说啦 这个底部是在20块左右 嗯 我们买28啦 对 如果这样来说是4倍 那你认为今天涨停 你有买得很高兴嘛 嗯 那明天再开高呢 就给它啦 啊 因为在这里 我问你啦 你把急帽卖掉 如果把它换成 预创 将来三倍再来 谢谢我好不好 哈哈 不要三倍 一倍就好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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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一百块了 它的月线也差不多一百块了 要不然2388的威慎 要纳入 这个不要说多啦 这个一百 这个现在110嘛 到150应该合理 它是已经确认要纳入了 它确认要纳入 要纳入的有几支 我数给你听 好 要纳入的有几支 第一个 6415的细利 今天已经涨顶板 300涨到450了 300涨到450 老师当初是不是跟你讲会到500 即使跌下来 我也告诉你会到500 对 对不对 因为这里已经涨50%了 12345 对不对 那再来看到一下这个经历科 3281 连经历科都要纳入 记不记得上一次在这里 跌停拉到涨停 对 那我有跟你讲说 拉三支你就出 嗯 有没有 到跌停这个附近又可以买了 哦 对不对 你今天有买吗 今天你没有吧 300块有守住吧 今天涨停吧 再来 再来是2603的长荣 他说买在170 能不能获利续报 长荣 高点也差不多了啦 也差不多了吗 这支股票比较牛啦 他就像就像我们今天的2354的红准 我说262块一定过嘛 我们今天出掉了 因为太扭了 我们打算要买5351的预创 我们打算要买6353的爱普 爱普大家都已经有了算了 不然买6415的系列 要不然买3443的创意 对不对 这些股票或者2388的威胜 大概就这样 再来 好老师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2357的华硕 买在419块 还能不能续报呢 419还可以 而且6月就要电脑场 他在一根涨停嘛 嗯 昨天打下来 我跟你讲 520 最高520 前过几天就520了嘛 对下礼拜一 对520 那520 大概550到600就可以出 550到600 因为他也是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不可能涨三倍 他三倍的话是多少 300块的三倍就1000了 嗯 华硕要到1000 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到600应该 两倍嘛 合理 两倍 就像2454的联发科 你说要怎么三倍 你教我啦 他要怎么三倍 他三倍是1800耶 没有我们从低点算 低点600块啊 低点600块 600块三倍又1800 嗯 那你说会到多少 两倍最少有1200 有他已经有1200了 对不对 那1280应该会过 嗯 对不对 他比较放比较长 而且联发科也纳入那个 这个IC设计的ETF 他也在里面 好 老师有没有写 来我们看一下 好不好 老师其实昨天有稍微提一下 嗯 没有讲很多 我们看一下 老师的telegram写什么 来 好 同学看一下 拿给你看 好 看到没有 老师用念的 现在又有IC IC设计的ETF上市 IC设计是台湾毛利率最高 最活泼的类股 往往涨幅很大 都有倍数 对不对 都有倍数 我问你 IC设计要纳入的有联发科 有细力 有 有细力 有细力 甚至也有经历科 嗯 还有 微胜 就只剩微胜没动了 微胜还没动 动的时候就是涨停 我跟你讲 这一根就是涨停 这一根也是涨停 那未来会不会有一根涨停 这一根也是涨停 未来会不会有一根涨停 我认为有 那我问你IC设计 这个会不会涨停 会 这个也是会涨停 那你以为它一根涨停就涨完了 就不会就后面就不会涨停了 后面就开始跌停跌停跌停 那你那你太天真了 那你去放空看看 你去放空看看 所以同学 所以同学不要在这里怀疑好不好 那我问你 这个是不是IC设计 也是 它要纳入就是第一金工业 这个要买的 老师为什么那还没有涨 没关系啊 要慢慢吃货 你看 昨天是开高走低 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但是走低下来450 你如果能买得到就偷笑了 因为尾牌拉上来 那我再跟你讲一下 你看不懂 我跟你看周线 周线开始红棒 只跌了 而且十几周了 够了 这种股票 我跟你讲 周线一涨一定是连三红 连三红那就不得了 它400块很快就过了 520之前大概下个礼拜520嘛 对下礼拜一 520之后开始涨 爱普 好不好 而且黄从然也到法国去 说这个要跟这个法国合作 做这个半导体 那你看一下会不会涨 你自己用看的好不好 不相信也没关系的 那昨天有停损的就停损了 没有停损的就继续报 那要买的自己买了 那明天的开盘价会多少 收盘价会多少 我跟你讲 明天开盘价要过这个点 就是昨天的高点开盘价要过 或是盘中要过 昨天的高点多少 你自己到上网去查好不好 那过了以后 大概就直接 今天收到354 收到354吗 对 是354还是354.5 354 354 明天的涨停板就389 389 好 那我们明天389 我们一起补股 谢谢 觉得艾璞会 明天会涨停的 帮我在底下加1 好 那你们都不要买 让市场去买好不好 不要等一下你们买到涨停板 就说老师涨停板 我们去买的 不要 你们都不要买 那大家要看量 没有保证一定 但是如果有8000张 就是涨停板 我们等待 期待这8000张 谢谢钟翔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抓更多财经资讯 赶快加入老师的群组 W1788 标股及先锋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 明天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先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审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